大家好,我是东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都会直接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 但是由于网络里的资源实在太多太多了 往往找不到我们心中想要的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在关键字上加上双引号 然后点击搜索 这样他就单单搜索双引号中的关键字了 搜索出来的结果会更加符合你心中想要的 第二个是搜索档案类型 我们要搜索一部电影的种子文件 比如说格雷的50度灰 我们只需要在关键字后面加冒号 加档案类型 就好像这样 然后点击搜索 马上就可以找到这部电影的种子档案了 打开网站后 就可以看到下载种子文件的链接了 或者搜索PDF文档 我尝试搜索贷款表格 我会用英文来搜索 因为通常文档都会用英文来命名 就像这样来搜索 大家看一下 你会看到旁边有著名的PDF 你点开链接后 就会马上打开这个PDF文档了 第三个技巧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用Site来进行站内搜索 你只需要搜索 你只需要搜入关键词 Site 冒号 网站域名 这样就可以单单在一个网站上进行站内搜索了 比如说 我要搜索某某影院里面的资源 然后空格输入Site 接下来输入网站域名 完成后点击搜索 就像这样 你会看到搜索出来的结果 都是来自同一个网站 这样就可以很快直接搜索到你想要的资源了 好好珍惜哦 好好珍惜哦 第四个方法就是 加入加号或者减号 加号的意思是 网站搜索必须有这个字 相反 减号的意思是 希望搜索结果没有这个字 比如说 我尝试搜索这个番号 然后后面加号A 搜索的结果 就会带有A了 相反 如果减号A的话 搜索的资源 就不会带有A的番号了 第五个谷歌搜索技巧 一般点击搜索 我们需要将鼠标点到搜索栏 才可以做关键值修改 习惯用快捷键的你们 当然不能错过这个 就是在键盘上点这个斜杠键 点了之后 马上就会到搜索栏了 熟悉这个键以后 搜索资源的速度 就会大大加快 第六个搜索技巧 就是针对标题来搜索关键字 我们只需要在关键字前面加inteto 冒号 例如 inteto冒号关键字 现在我来示范一下 大家看 inteto冒号已经输好了 后面加入关键字 搜索出来的结果就会附有这个关键字 就会更加精准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这几个技巧 可以让你成为搜索老司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东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